每年年底都做這個單元 但是都沒什麼人看 可是我還是會做 因為畢竟是講英文的頻道 而每年的年底的年度字 就應該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才對啊 對不對 好所以今年的年度字 其實大概不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這個年度字的來源 因為這個是Colens Dictionary 它是英國的字典 我對它的使用度比較沒黏著度 我最喜歡用的字典大概還是牛津字典 我也是英國的靠北 反正我覺得以這種公信力來說 我比較喜歡Oxford Dictionary 而且我覺得它比較敢突破跟創新 因為某一年它竟然把笑到噴淚的表情符號 選作年度字 超欣賞 所以我最喜歡的字典是Oxford Dictionary 那Colens not so much 好一點 但它先跳出來了 所以我就先講了一下下 那這邊講的就是這個Perma Crisis 成為今年的年度字 大家好我是Paul 做到週五英文起讀 什麼是Perma Crisis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年的年度字了 Alright Perma就是永遠的永恆的或之類的 那我們講一個字叫Permanent Marker 我這邊講怎麼打成Marker 這就是我們講奇異筆 游性牽制筆 不容易吸得掉 所以你畫上去幾乎就是不會脫落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還是會啦 磨損或之類的弄一弄還是弄得掉 至少沒那麼容易擦得掉 所以叫Permanent Marker這樣子 那在那個北極啊或一些那種很冷的地方 還有一些就是他們有些地方是永遠凍住的有沒有 那我們就叫那個東西Perma Frost 所以這個有時候會在托福亞斯看得到這個字 Perma Frost 永動的地方 很酷 好那我們來往下看一下 它怎麼去define這個字 能不能換成這樣 好酷喔 這樣字比較大 讀一下給你聽 什麼叫Perma Crisis Crisis你知道是危機或之類的 所以他說的就是2002這一年 它能代表這一年 就是這一年什麼都爛什麼都糟 而且你就覺得好像都不會變好 所以活在永遠的一個災難的狀態下 So a word describing the feeling of living through a period of war inflation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has been chosen as Collins Dictionary's word of the year 所以這個字描述著一種感覺 the feeling of what 這感覺就是你活在戰爭的時期 通貨膨脹的時期 以及政治動盪的一個時期 然後就是活得過 活過去然後都不會變 So living through a period of what 三樣東西 戰爭 war inflation 通貨膨脹再一次 以及political instability 等下我們看到這個就 政治動盪之類的字 有看到upheaval這個字 political upheaval沒問題 emotional upheaval沒問題 就政治動盪情緒動盪 那除了你用upheaval之外 還有像是unrest 你知道rest是休息著 靜止著 unrest也可以翻譯成動盪 就是rest的相反 還有tourmoil這個字 我們也講過 總之也是可以翻成動盪的意思 所以有沒有political unrest 有 有沒有political turmoil 有 political upheaval 這幾個字都是 很常見到的collocation 好 所以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他這裡說了sums up 所以這個字就完全能夠去 sum up 能夠算是在T7年做個總結吧 總結出 2022年到底有多糟 it sums up just how truly awful 2022 has been for so many people 對好多人來說 2022年就很糟 Alright 然後呢 嗯 還有一些就遺珠之憾 他也稍有提到了一下下 像quiet quitting 我們做了兩集 還是不止 就那個安靜辭職 那事實上不是講辭職 我們不要再講他一次 總之 他也被選成是一個 可能的就是角逐年度制的一個 其中一個一個candidate 那沒選上 他們選perma crisis 那quiet quitting 他也define了一下下 the act of doing one's basic duties at work and no more either by way of protest or to improve work or life balance 所以他就是一種 他就是一種一個行為 the act 什麼呢 就是你做了最基礎的一些 你該在工作上該做的表現 最基礎的 然後就不會再做更多一點點 來去討好你的老闆之類 你就不會 the act of doing one's basic duties at work and no more 不會做更多了 所以要不就是你是 其實你在抗議你就不爽 要不就是 我想要平衡我的人生跟工作 生活跟工作 so by way of protest or to improve work and life balance 可以 好然後 我們這裡就多看一些遺族之憾 不過我們再把這個permafrost 不是permafrost 靠北 perma crisis 呃 再多講一下他這裡的描述 因為我們這裡終於看到 upheaval這個字 好酷 so we are in an ongoing state of uncertainty and worry 我們處於一個持續進行中的一個 所以ongoing就持續進行中 ongoing 的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狀態 state an ongoing state 什麼狀態 uncertainty state of uncertainty 不確定性很高 什麼東西不確定 well 到底什麼時候烏克蘭的戰會打完 不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covid會結束 不知道 so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a state of uncertainty 以及也是擔憂 and worry yes 然後after living through upheaval 我們活過的動盪 caused by what 被什麼動盪 Brexit 英國脫歐 the pandemic of course severe weather 這個極度的氣候 極端氣候 the war in Ukraine yes of course political instability 又再講一次政治的動盪 以及這個energy squeeze 可能跟能源有關 我沒有很exactly sure 這個字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及還有就是這個生活上 物價上的這種 生活成本的提高 所以cost of living crisis 所以cost of living 這個字也是算是很常見的 collocation 就是生活開啟這樣子 好 然後還有一個其他的一些 遺珠之憾 我們也來多看一下下好了 例如這個字對我來說就是新的字 carolean 什麼東西啊 carolean 我看的時候 蛤靠北難道是一個女生叫carole嗎 不能說完全錯 哈哈 所以我找了一下下 學了一下這個字 carolean 什麼意思 就是只要跟現在這個 你知道現在國王 新的國王 英國國王 因為女王死掉了 那新國新的國王呢 叫做查爾斯三世 Charles the third 就表示以前有一個查爾斯一世 以及查爾斯二世 對不對 查爾斯 查爾斯 乾世分離的世 不是啦 OK查爾斯 那現在他是第三個 Charles Charles the third 只要跟他有關的 那這個形容詞就叫做carolean OK carolean 為什麼這麼有趣的形容詞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就是 我找了一些資料 所以解釋給你聽 所以Charles這個名字的形容詞 查爾斯的形容詞 就是carolean 或者Caroline也可以 那Caroline也是女版的 這樣 所以很多的名字有 Line結尾當成女生版 像Paul這個名字 也有Pauline 就變成LINE結尾 就女版 Joseph 有Josephine 也是INE結尾 這樣子 所以 所以Charles這個名字 也可以變成Caroline 或者Carolean這樣子 那都來自拉丁文 拉丁文的Charles 就是什麼Carolus 我也不確定我們念對 C開頭和K開頭都可以 那還有一個冷知識 就是你知道 美國有兩個州 叫做北卡羅來納 跟南卡羅來納 我中文都講得好卡 North Carolina 跟South Carolina 所以Carolina有兩個 一個一南一北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兩個州 就是跟著 就是因為 查爾斯一世 一世 今天的 捲舌音一直講錯 查爾斯一世 的名字 去來命名這兩個州的 所以Charles the first 他就造成了美國兩個州 叫做 North Carolina 跟South Carolina 蠻酷的 你可能以前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那他們就把查爾斯一世 跟二世 稱為兩個不同的年代 那一個用的是女生版 一個用的是男生版 所以King Charles the first 他們叫做Caroline age 那King Charles the second 他們叫做Carolian age 所以這些都只是補一些知識 給你知道而已 冷知識 所以Carolian已經有過了 因為已經有過了 查爾斯一世跟二世 所以在二世的時候 用的就是Carolian了 那現在第三個出現了 所以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迎來了一個 The newCarolian age 所以Carolian這個字 也就變成了 今年可能的年度字 因為查爾斯三世繼位了這樣子 那但是沒有 還是打出了Perma crisis 好酷 那基辅 Capital of Ukraine 也是這個移住之汗 Lawfare 本來這個字應該來說叫Warfare Warfare 就戰爭戰役這樣子 那把War改成了Law 所以就是很有策略的 很有策略的用一些法律程序 來去威嚇別人或之類的 叫做Lawfare Party Gate 這是一個Political Scandal 在英國的 事實上 我沒有很熟 我相信可能同學也沒有很熟 所以這算了 Party Gate 你看到什麼什麼Gate 你知道是什麼什麼的一些那種 緋聞案或之類的 你如果聽過水門案的話 Water Gate 沒錯 所以有Gate做結尾 還有像以前 柯林頓的性醜聞 Clinton Gate Permacrisis剛看過 OK Quiet Quitting剛看過 沒問題 還有這個Spluting Spluting跟Quiet Quitting有蠻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Spluting就是 我找一下直接給你看 就是這樣 你趴著 然後四肢就把它攤平 所以這就跟中文的躺平是很像的概念 所以英文這個字叫做Spluting 躺平的概念 所以這就讀給你聽 The act of lying flat on the stomach With the legs stretched out 精準的描述 精準的描述 OK 所以躺平在 而且 呃其實 我們中文講躺平 那你剛剛看到 那個這些狗的狀態 他沒有躺啊 他是趴著啊 沒錯 趴跟躺在英文是同一個字 就是lie 就是lie 這樣子 好 所以再強調一下 我這邊稍微打一下好了 OK 所以英文的趴跟躺 都是lie 就騙著這個lie 那如果說是躺的話 你就要把它講是lie on your back 那趴的話就是lie on your stomach 就是你的身體哪一個地方接觸地面 你就是lie在那個部位上 這樣子 所以也不只有趴跟躺 坐也是一樣 我現在坐著 那我接觸椅子的部位是屁股 所以其實我除了說 i'm sitting in a chair or i'm sitting on a chair 我也可以說 i'm sitting on my ass OK so sit on a chair 當然是OK的 可是sit on my ass 也是正確的 OK 我坐在我的屁股上 因為總之屁股的接觸 跟椅子的接觸面是屁股 我的身體啦這樣子 好這樣你就聽懂了 所以這裡說 Lying flat on the stomach 這裡的意思就是趴 所以趴著然後腿伸直著 這個動作叫做splute spluting Alright 還有一個叫sports washing 這什麼東西 這我覺得也很酷 讀一下給你聽 the sponsorship or promotion of sporting ev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a tarnished reputation or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a controversial activity 讀的卡卡 這個不是 這個比較囉嗦一點點 我還有另外一個definition 也再讀一次給你聽 the use of sports to present a sanitized friendlier version of a political regime or operation 我覺得這個好懂一點點 不過對你來說可能還是有神志 sanitized是洗白的 弄乾淨的 進化的 friendlier 比較友善的 所以你用運動來去呈現出一個 比較乾淨的洗白的 比如友善的版本 什麼東西的版本呢 一個政治的政權 或者是一個機構的運作 所以這個中文翻譯成體育洗白 所以這個國家名譽不好或之類的 來我們辦個奧運會吧 成功升奧成功 成功升奧成功 所以申請奧運成功 結果然後他就經過辦奧運會 然後他就 這國家的名稱 名聲就變比較好 所以叫體育洗白 sports washing 還蠻酷的這個字 怎麼會進入年度字我也不懂 說實在 我今年真的關心新聞的程度 比以前來說少很多 剩兩個字 vibe shift shift vibe vibe就是你知道 當然我們知道來自vibration 這個字震動 但vibe就可以當作氣氛 他講的意思是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a prevailing cultural atmosphere or trend 所以一個文化上的那種 脈動的改變 這個有機會我們會講更多一點點 因為我另外一個準備好的題目 也準備要錄的就是 那個殘障歧視 所以我們台灣有很多不同的 殘障歧視 只是我們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到 那我讀了一下西方對這個東西的解釋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有做過的一些行為 其實都是在歧視殘障者 所以你可以稱這個叫做一種vibe shift 因為在西方國家以前其實也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後來慢慢感覺到這樣做不對 這樣做會冒犯別人 所以他們在這個東西上有改變 你就可以稱這個為叫做vibe shift 或者你甚至可以說像我們 像那個me too movement對不對 他有沒有在改變有變動 我覺得加減有 所以一開始只要女生跳出來 罵這個男生不行 或講出一些他的黑歷史 男生馬上被cancel掉 可是現在我們慢慢看到 有些女生跳出來的指證 會被人家質疑說 你這樣講你講的到底對還不對 真還假 所以並不是以前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未成先判就說這個人cancel 那現在好像慢慢有點不同 這個就叫做vibe shift大概是 這個就叫warm bank A heated building where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to heat their own homes may go 再讀一次卡卡的 So it's a heated building where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to heat their own homes may go 所以那些你沒有辦法在自己家裡面付得起暖氣的人 你就會到一個地方去 那個地方有暖氣 你在那裡待著 這完完全就是台灣人跑到百貨公司去吹冷氣 夏天的時候 所以或許在台灣可以叫這個東西cold bank 那在國外的話熱可能還好 冷會冷死人 所以他們有的人可能真的會家裡付不起暖氣 然後到一些比較溫暖的地方 就會來享受那邊的暖氣 例如說可能百貨公司會是一個禮子或者政府單位或之類的 再一次So it's a heated building where people who cannot afford to heat their own homes may go 所以這個building是他們可能會去的地方 Alright聽起來蠻可憐的 好所以這是介紹一下一下 Colins Dictionary的年度字 我們會不會替Oxford Dictionary再做一集不知道或許 因為我總之比較喜歡那個字典 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